第2211集 上苍的一位道子开口 天地末盘 号称可以磨灭苍生碾碎大盗 圣灵被困当中难逃大解 连他这种人都暗自心惊 之前并不知道落天仙炼成这种天功 他能当住吗 杨剑的人都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 深感惊悚 可以看到虚空在模糊在破灭 被那两块磨盘碾碎了 楚风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即将被两块磨盘触及 落天仙 屹立在长空中 长裙烈烈斩动 青丝飞舞 看起来无比美丽 宛若飞升的女仙 清丽出臣风华绝世 可是他的战意却是如此的可怕 口中轻斥了一声合 他一手下压 另一只手上台 两只手相合在一起 而后掌心转动 与此同时 两块巨大的天地磨盘 随着他经营的手掌合在一起 也开始缓慢转动 要将楚风压成血泥 磨个形神俱灭 楚风浑身爆发刺目的光芒 不灭经文自行运转 他当空而立 竟以肉身撑住了两块磨盘 他如山溃然 无法无念 无时无空 唯身永存 任你千般神通万般妙道 无以身横度 一拳破尽古金法 他的拳印上满是金色字符 蔓延向全身各处 那是石冠上的蚊子 被他参悟出来 推演出至强秘术 同时 他以不灭的肉身 硬扛磨盘 又腿如箭又如鞭 发出耀眼的光芒 抽了出去 扫向那所谓的无敌磨盘 火星四溅 巨大的响声发出 将两界战场 不少人的魂光都差点震出来 两块磨盘压向楚风 触及到他的肉身后 竟不能再进一步了 被他生生的抵住 虚空在破碎 天地秩序在断裂 规则在崩塌 一切都是因为 两块磨盘的尾力 简直是无物不破 皆可摸碎 但是楚风的肉身 竟挡住了硬扛下来 没有化成血泥 这一景象 惊呆了所有人 给上苍中青带 带来的震撼性 不亚于一场 山崩海啸般的大地震 连这种无敌鼠 都能用肉身硬扛住 许多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谁能杀我体灭我身 上苍倒子也不行 楚风大鹤 法司飞舞 整个人笼罩着一种魔性光辉 他有底气 当初走轮回路时 连光明死城中那个碾压万灵的粗糙石磨盘都见识过 害怕眼前以密法催动出来的两块磨盘吗 在他的体外 不灭经文蔓延 还有识罐上的金色符号也在闪烁 交织在一起 形成至强的护体光幕 让他倒体不灭 坚固不朽 他的权益更为耀眼了 极其恐怖 被两种纹络重叠覆盖越发的璀璨 这一刻 楚风挥动权益 砸在了压落下来的磨盘上 要将他打穿震碎 哄的一声 天地巨震 整片苍穹都似要坠落下来了 整片大地都要毁灭了 山崩地线 时空紊乱 两届战场上 许多人站立不稳 差点摔倒在地上 因为天地都在晃动 长空都在塌陷 更有规则断裂 一幅灭视景象 这两人真的是混元层次的生灵吗 为什么如此可怕 同级的进化者 诸多大能都深感恐惧 换作他们上去的话 估计会被那两人顺杀 一巴掌拍成血泥 当当当的 天空中 楚风不断的挥拳 灿烂夺目 整个人从头到脚 都被不灭 道文与金色符号覆盖 他带着不灭之意 释放着不朽的能量 周围神性粒子沸腾 道足物质也在隐约弥满 景象惊人 天地墨盘被他震的颤抖 脱离他的区域 要被他打得翻飞出去了 传说中的无敌术 演绎成的两块墨盘 剧烈晃动 楚风立身之地 空间被撑开 光明永存 他周身绚烂 之前被挤压的空间 不断的扩张 开辟出清新世界 楚风低吼 黑发披散 双目如闪电 他像是在开天辟地 其肉身不灭 血气如海 绚烂 全影无敌 寒天动地 要击穿一切阻挡 打出一片朗朗乾坤 这是会员领域中 志强力量的大碰撞 喊动了苍茫天地 两人一个是上苍的道子 一个是阳间的楚魔 代表了两种极限战力 没有任何的花哨招式 上来就动了真火 直接就是硬碰硬 当当的 楚风如同风磨了般 全身血气暴涨 如汪洋般在汹涌 周身都是密密麻麻的道文 将自己的力量 推向了最绝颠 隐约间在他脚下 出现了一条段路 伴着无尽的灵 如同烛火照亮黑暗 这是拓露着独有的景象 他走在莫名的道路上 连天地都有感 为他这般体现出来 楚风的拳印爆发出 无与伦比的光滑 像是轰穿了黑暗天地 打破了荒芜的古老纪元 再行开天之时 磨盘不稳 剧烈晃动 被他生生的打得翻滚了起来 并且传出磕叉声 有一块磨盘出现裂闻 高空中的洛天仙 身体略微摇动 向后退了几步 然而他很快就稳住了 深邃的美眸中射出 惊人的仙道符文光束 他的两只手 先是猛然分开 而后又重重的拍击向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 天地磨拍也是先分开 一个磨入云霄 一个断入大地深处 然后随着落天仙 两只手猛然拍向一起时 两块可怕的磨盘 也在刹那皈依 轰隆一声 这像是摩世之节 两块磨盘合一 碾压之力太可怕了 天地为之哀鸣 秩序几乎不存 规则为之崩塌 观战的人全都双耳嗡嗡作响 气血翻腾 不少人更是嘴角直接一血 被不稳定的大道剧烈波动时伤到了 一些人大叫着 处风 那样的两块磨盘 铭刻着不可理解的符文 直接撞向一切 身在他们之间的处风 能有好下场吗 被击杀了吗 应该是化成血泥了 上苍的中清代低语 脸色发白地议论着